淡水河岸SKYLINE 這個SKYLINE就是未來要靠近五峰萬 道經的方法 要靠近榮寺的獎勵 讓我們淡水河岸第100的大樓和房子 都可以參與整個淡水河岸SKYLINE的土地設計 雯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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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雯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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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如果不選總統的話 他會去台東新一 等於說也是打臉去委員制的時候 柯文哲一定會選一選吧 打什麼臉啊 小野他能夠談什麼 柯市長如果不選總統就直接說就好了啊 他幹嘛在那邊指點江山 一下子說 一下子說誰打壞了這盤棋 柯市長不就直接告訴大家說我不會選總統 我會好好的如果我選上會好好的專心市政 我們這四年來看到他沒有專心在市政啊 市政的成績不堪文問啊 市政成績不堪文問現在很多人質疑他 他到底是什麼 他直接說就好了啊 派個總幹事或者是 或者是說這個他不要到台東新一 他說了就算了嘛 從來沒有回答問題 柯市長從來沒有回答問題 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不管是市政的問題 不管是他個人的這個道德 或者是其他價值的問題 沒有一件事情回答 大家要注意到 柯拉爾就是這樣 什麼事情都沒有正面回答 我看到啦 從來好 反而言